揭台北市中正区与新北市永和区的重庆南路高架桥于春节连假进行拆除作业, 原定27日晚上10点完工,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拆除进度超前,提早7小时通车,中午通车。 重庆南路高架桥23日小年夜晚间开工,原先预计在今天晚间完工, 但拆除进度超前,中午就开放通车。 柯文哲说,事前包括标签怎么化,拆除顺序怎么排, 公务局、交通局、警察局以及新工处如何协调, 原定94小时完成的目标,最终花费了86个小时达成, 展现了台北市政府强大的执行力, 他也感谢特别为了这项工程牺牲奉献春节假期的每一位市府同仁与施工人员。 柯文哲表示,我们不只会拆桥,更会盖新桥。 拆除重庆南路